傻子就會說,你深圳封了城 這麼大陣仗,勞民傷財,你結果找到600多個個案,值不值得 這些傻子統計論,都真是挺搞笑 正如勞社長所說,如果你沒有封城,沒有找到這600多個案例出來 在Omicron這麼快的傳播鏈,在空氣傳染這麼容易的情況之下 一兩個月後就全傳了 你記不記得我們一月初,望月流事件 都是空中少爺,空姐,一兩個人開始傳出來 現在香港傳到多少呢? 1804萬,多久呢? 兩個半月,兩個人變成104萬 如果600多個深圳,現在找到出來,你不理他 你躺平,兩個月是多少? 我都不懂計算了,是不是過千萬呢? 好,所以這個傻子論呢,竟然有人會用這些話 說話,深圳找到600多個而已 那是不是就是說,深圳不應該做? 找600多個武校? 就是這樣的話都可以說得出來 可以說得到,看到這些說話的人是傻成怎樣? 傻得來呢,又沒有統計學知識 其實我不相信他真的是傻 只不過是假裝傻 但是我不太明白為什麼要假裝傻 為什麼 不是為香港人的福祉去做事 好,詳細再說一下 昨天呢 特首就說 宣佈暫緩全民檢七 他說他之前聽到 立法會議員說 全民檢七有心做就做到了 但是林鄭的政府經過一連串的審視 以及所謂什麼沙盤推演之後 他發覺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 他引述內地專家的說法 就說香港社區組織動員能力比較弱 要做到全民覆蓋,代價很大和挑戰很大 他就呼籲直至昨天早上仍然在施壓 要求做全民檢測的人反施 我不知道他指昨天早上誰在施壓 不過昨天早上我們也有做節目 我們也有提這件事 我也希望 我們的節目多些人看 政府也有人看 我也希望 好了,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就對林鄭月娥有關的說法 感到四個字 非以所思 為什麼呢? 田北俊就說他拋頭 拋爆頭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林鄭會這樣說 他說當初是政府宣佈推行全民檢七 當初是我們聽過一個實際的日期 是3月26號到4月3號說到尾 是幾多日 還說明七天之內做檢測三次 這是政府說的 接著政府宣佈提早幼稚園和中小學放暑假 為什麼? 呼籲全港市民配合 早點放暑假 學生可以留在家裡 另外呢 就可以讓校舍 用來做檢測站 我們開始看到一個計劃 看到一個圖畫出來 為什麼現在會突然說 很難的 很大挑戰 做不到 好了 田北辰問政府 現在轉過頭就說叫全民反思 那是不是千錯萬錯又是社會的錯呢 又是我們的錯呢 市民的錯呢 田北辰就說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不太明白為什麼特首會這樣說 除了特首說之外呢 我們又看看其他人說什麼 陳智思 行政會議召集人 他就在電台節目那裡說 現在外國普遍都放寬了入境的檢驗門鑑 商界業務陸續恢復 說商界就不可能長時間隔離 人家現在來香港14天 所以現在就準備改七天了 就是林鄭昨天說的 現在香港其實在外防輸入 就是防止外面輸入也很嚴謹的 但是部分以亞太區為中心的商界人士 已經離開了香港了 就是亞太區其他地方了 意思是 陳智思又透露了 應該是陳智思 身邊部分人擔心 如果香港全民檢測等等措施要進入隔離 又或者導致家庭成員分開 所以決定暫時離開香港 現在香港的疫情和幾個禮拜前就出現了轉變 政府評估如果進行全民檢測的話 成效未必理想 這個是 銀行政會議 召集人 陳智思說的 再看回田北辰 剛才再說的什麼 田北辰就說 全民檢測是國策來的 是跟內地通關的鋪路要做的事情 如果內地是不會接受香港 聽天由命的抗疫政策 或者是 不做檢測 有去爆發 然後就數字下降 然後很多人死了 其實 這樣永遠不可以跟內地通關 好 我們再看回之前 我們的衛健委專家 梁萬年 梁萬年說什麼 梁萬年就在 其實在9號來香港 這個是陳凡培跟他 去巡視區 梁萬年正式的Title是 國家為建委新冠疫情 應對處置工作 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 他就說 他9號的時候說 香港需要作分層分流的診療體系 分流一定是要的 因為你將一些重症 危重症的病人 要入院 同時是了解 長者病人 感染新冠病情的進展 一旦有惡化就需要轉移了 當然輕症又如何處理 輕症可能就是去 如果沒有什麼病症可能是 現在的看法 很多人看法就在家居旁邊都可以了 如果有病症可能就去方倉 總之就要分流 就是他9號的時候跟我說 但其實他所說還有什麼重點呢 看看這裡 其實他說了 動態清零是有兩個含意 第一是社會上沒有病人 但是新冠病毒的獨特性決定了 現在是不能做到的 因為你清到零 完全是做到 因為這個Omicron傳得太快了 所以做不到 做不到呢 就是說 第二 就是動態清零有兩個含意 第二個含意是什麼 一旦出現疫情可以快速識別處置 切斷傳播鏈 令社會逐步邁向動態清零 若不追求動態清零就會形成規模性反彈 他強調要精準處理疫情 精準地分管控的人群 或分管控的人群 精準地進行救治 精準地進行相關一連串的干預措施 這一點是動態清零應該最難做 但是也最需要下大力氣 將它做好 強調追求精準是因為可以令疫情防控 和社會經濟發展和正常 身為取得平衡 他一直都說到其實說 好了 跟著他說 傳聞強檢 好了 其實他來到香港 他是同意一件事 就說 香港第五波疫情 不是早期 認為在疫情後期或者下降期 才進行是比較適合 其實他一直都沒有說不做 只不過他都同意 疫情後期或者下降期才適合 但是現在是不是下降 我們最初五萬多 每日確診新增 昨天就跌到一萬多 是不是下降中 其實是的 他說 他說是否做全民檢測 視乎對疫情的控制有何效果 特別何執行 他就是當時也是很相信 特區政府是有智慧和有能力做得好的 相關工作 他說 根據內地經驗 全民檢測維持的時間 越短越好 拖得越長就有很多變數 越短越好 像深圳那樣短到七天就最好了 有些五天搞定 呼籲香港市民 雖堅定不移 相信接種疫苗是有效 和保護人民 人民生命安全是重要的 而必須予以支持和加快推進 第一句 一句就是講到疫苗有效 第二就是堅定不移 快速地擴大疫苗接種和覆蓋面 非常重要 OK 但是剛才我想說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其實 梁萬年一直都說動態清靈 政策無辨 第二就是 全民強檢 不是不做 只不過 他相信特區政府有智慧和有能力做好 就可以 決定怎樣做 是否做全民檢測師傅 對疫情控制有何效果及如何執行 是要做的 在疫情後期或者下降期做裁進行是否較合適時機 可能是 這個就是 林鄭 田北辰 陳志思 梁萬年所說的話 好 出去 聽聽聽我 還要有什麼補充 我就在這裡 我講了很多天 其實我講來講去都是那幾件事 我最後才做的總結 但是在這裡 今天我就特別 因為昨天我們 我講了那個片 就是說 鄧炳強 我們的保安局局長 就說正在搜集證據 對於一些小撮人 就是刻意 去做一些謠言 或者做一些行動 去影響我們香港的抗疫行動 現在正在守正 我昨天那段片 主要是講這些 之後我發覺 原來真的很多市民留言 反應很熱烈 所以我今天就很想去講一講 因為特別跟著 我們昨天的影片出來之後 跟著林鄭就說 暫緩 全民檢測 暫時不做一次 做不到的了 深圳 有個統計出來 做了五天七天封城 只有六百多個而已 盧寫張剛才罵了 我們看看網民有什麼反應 說了什麼 有個J君就說 香港政府在抗疫方面 應該選擇肯定的行動路線 給我們這條路線看看 現在市民欠缺領導的方面 急急要開放 經濟或者放鬆外來的人員進來 由隔離十四天減了七天 類似這類的放鬆行動 還沒做好基本功夫 防範再反 但只會讓香港更傷 不斷重複這兩年抗疫的失敗循環 經濟不能夠重振復甦 也不斷地 舊經濟補就業 將庫房擦綱 極為不可行 這是J君所說的 L君就說 非常感謝鄧局長和他的團隊 為香港市民安危 努力不下的工作 M小姐就說 MHL小姐說 其實所謂醫務人員專家有什麼意見 應該直接向政府提出 設法改善 而不是隨便向大眾發放美經討論的個人意見 好 繼續 有位F君 她用英文寫的 她說 Kavi Lam 即是林鄭 我翻譯到中文 林鄭說很困難去執行 全民檢測 等同學生說 告訴先生 上課很難 很難學 所以我們就不用考試了 因為我們覺得你教的東西很難上課 所以你考試做什麼 不要考試 不要做 甚至不要學習 她現在就說 林鄭的意思就是 其實類似 一個學生 覺得這些東西難做 就不要做 H君就說 不做全民檢測是基本上 毫不關心市民的健康情 讓輕症像病一樣感冒 讓重症的去世 變國安天命霸 這個是一個負責任政府 做事的態度嗎 J E君 J E君就說什麼 林鄭應該要 step down下台 不做全民 都算了 還要全面開放 聽到都生氣 政府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現在在學習西方躺平 懂抗疫 香港真是墮落 沒想過現界政府這麼沒用 推卸責任一箱 一心只想和白人通關 就沒想過和祖國通關 K君就說 對小部分破壞抗疫工作的壞分子 特區政府不可以調以輕心 更加不可以姑息一定要執法業情 不能因小撮人的險惡用心 影響香港的安危和整體利益 香港全民面對這場疫情的災難 已經身心俱疲 希望祖人可以打贏這場疫戰 而阻留香港抗疫 即是和全民作對 這些對香港充滿仇恨的破壞者 應該將其長期監 關在監獄裡面 L.S.君就說 聶德權說有七成公務員參與抗疫 我想知道他們在什麼崗位 在哪一個部分抗疫 七成公務員應該是有13萬人 應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 究竟他們真實工作在哪裡做了什麼 聶局長可不可以和市民解答一下 好,還有 九郡 九鄉君 林鄭政府根本不想做全民檢測 以檢討方式拖延盡淺 政府公務員有18萬 再加上民間團體 義工至少超過30萬人手 全民檢測為什麼會沒有人手 現在每天香港死百幾二百人 林鄭究竟敢不敢受到疫情 現在至今死了五千多人 有五千多個家庭的家人 正在為家人的離去而悲痛 CMT君就說 小學生都懂得推理和計算 以偏概存 嚇驚市民 我相信他就是講個傻子論 深圳六百幾人做過檢測 檢測沒有什麼 不是很有效的 我想他應該是指這件事 TS君就說 議員們 我們香港小市民投你們議員 一票 你有責任 全職的責任去監察政府的政策 但現在林鄭政府一次又一次在抗疫政策 犯過錯不作為 為什麼你們不群起反抗反對 這個是跟議員說的 最後一位 這位陳軍 陳軍寫了一個打遊詩 非常之押韻 我覺得寫得非常好 我跟大家說 市面淨到得蟲聲 即是市 淨到得蟲的聲音 人流各業均凋零 不過他還有心情天天出去 天天出鏡去不停 牙尖咀利日日頂 口港配合去清零 暗淚違抗習指令 習近平的指令 盡力搞到香港要躺平 林鄭終於已達成抗疫功績滿天驚 可以上奏到天庭 這個打遊詩的押韻詩 我覺得寫得非常之好 好 我再給大家多一點的數據 深圳人口1343萬 面積1,997平方公里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人 6,725 香港呢 香港人口740萬 面積1,106平方公里 平均每平方公里 6,800人 好了 真是說 每平方公里 深圳是6,725 香港是6,825 那就差不多了 大家的人口籌密度差不多 但是深圳更加大 面積1,997平方公里 香港是1,106 我們不要算面積和人口 我們算最準是說 每平方公里究竟有多少人 如果你真的去做全民檢測有多困難 原來發覺原來每平方公里有多少人 深圳和香港是差不多的 深圳是6,725 香港是6,888 再給個數據 就嚇到你 就更加氣憤 深圳公務員5萬大人 5萬個也可以 香港公務員17萬 18萬 其實大家都是應對 應付每平方公里 都是6,000多人的人口 如果林鄭說香港做不到的 香港動員力非常弱 我不同意 香港如果你真的要動員 我相信很多公務員 很多義工 很多市民願意幫忙 只不過你們作為領導人 你有沒有去做出一個計劃 去統籌 給大家一個很好的計劃 大家去做 如果你不懂做 不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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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部署 為什麼你不問深圳政府 拿意見 大家都是每平方公里 6,000多人 深圳封城7天 接著開放 我很希望香港如果真的做得到 我當你10天封城 10天之後 大家可以自由活動 多好 接著可以和國內通關 通關 如果你清理了 是不是 好 我說了這麼多話 20多分鐘 我總結幾點 其實我總結幾點 就是我這一輪 我都經常說了很多次 不厭其他 但是這幾點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希望政府的高官 聽聽我們市民的心聲 剛才我說了這麼多 都是我的市民的心聲 我也是普通的市民 我也是用一個普通常識 去看現在這件事 有三點我想說 第一點 為什麼政府一直都不整個指揮中心 為什麼沒有指揮中心 變成我們不知道 每個專責小組在做什麼 進度是怎樣 究竟有哪些網頁 哪些連結 我們可以容易找到資料 讓我們知道 整個抗疫的計劃和進度 這是第一 我想 真的很希望政府整個指揮中心給我看看 第二 林鄭叫我們施壓反施 叫市民反施 但是梁萬年 其實剛才我所說 梁萬年是說 全民檢出不是不做的 他是 放心給政府去做 他相信政府有的智慧去做 其實如果政府真的要做的時候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做 以及你需要什麼 如果你需要的東西 你做不到 國家能不能支持你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說3月26日至4月3日做不到 不要緊 你告訴我什麼時候做到 會不會是年尾才做到 如果真的這麼遲才做到 為什麼 你缺乏了什麼 我不相信我們沒有人 我不相信我們沒有物資 現在我們缺乏什麼 是沒有一個頭 給我們一個計劃書 給我們指引 如果你不懂做這個計劃書 你就要問深圳政府拿 是不是 人家 不要說人家 深圳一平方公里六千多人 香港也是 一平方公里六千多人 人口籌密程度一樣 人家做到 深圳做到為什麼香港做不到 揭發了什麼 我只想人家都是那些事情 你檢測 和火眼實驗室 看樣本核酸 接著就放倉醫院夠不夠 扶押病房夠不夠 隔離怎麼分流 如果有部分是輕症在家裡 要怎麼派藥給他 怎麼派食物給他 接著是繼續打疫苗 接著就怎麼去追蹤 就是手帶 隔離的人要戴手帶 接著 健康碼 全民健康碼 將來疫情一旦爆發 全部可以追蹤到 來來去都是這些 你還想到什麼 我暫時還沒想到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如果你當疫苗是一個你要打的對象 即是你打一場仗 你現在的敵人是什麼 不是疫苗 是病毒 即是你現在打 我們現在疫情這一場仗 我現在打一場仗 那個敵人就是什麼 就是病毒 和病毒感染了的人 病毒感染了的人 病毒感染了的人 我不是要打死他 我是要救他 就是說我這場仗是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打病毒 第二個就是救人 是不是 Tomas 很簡單 我問你一句話 我現在去打仗 你做司令 我就問你一句 喂 病毒究竟 在哪裡 或者我們需要救的人 需要救的人 就是這樣的病毒在哪裡 又有多少數字 我怎麼知道病毒在哪裡 我怎麼知道感染了病毒的人在哪裡 那你是不是很荒謬 你打一場仗 你竟然說我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我不知道有多少敵人 那怎麼打 這麼簡單的數字 你都給不到我 那我怎麼打呢 然後說 尚鋒 怎麼去拿這些數字 你不要問我 你隨便問那個小孩也懂 你做全民檢出就拿到 你就知道有多少人中招 有多少人需要你救 他們在哪些單位 分佈在哪裡 你就知道要救的人在哪裡 是不是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說不做 很難做 你又不告訴他們 怎麼難 然後深圳 你又不去跟他們學 兩地的人煙囚物地方 人口密度一樣 原來 死不死